皇帝 臣 给皇太后请安 不必多礼 朝堂上的事 我都已经知道了 皇太后叫臣过来 是否 也想耻夺臣的封号 你明明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何必说这些话来弃我 茗玉 以前你一个眼神 我便知你的心意 可如今 我们之间隔着太多的人与世 我已不知 到底该信什么 我知道 这次的事 让你受委屈了 我替皇上 跟你道个歉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皇上 为了大圣 这么多年 我费尽心思地教导他 一心 只想让他成为 一代明君 将来 坐稳大圣的江山 我曾经还在想 若是当年 我们不被分开 我们不被分开 启元 就是我和你的孩子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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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把启元 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 这份情意 我也一直很感激 我曾经也以为 你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但是我却忘了 他身上 留的是三哥的血 你可知道 他留书去皇陵 就是为了引我单身而聚 他在那里 埋伏了十几名的侍卫 等着我自投罗网 若不是他羽翼未封 也就看不到我了 我在想 要是他再长大一些 他该对我怎么样 承煦 母后 启元 你来得正好 快给你九皇叔道个歉 朕是皇帝 除了天帝以外 朕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启元 若没你九皇叔 你以为这个皇位 你能做得这么稳吗 你这次 真的是误会你九皇叔了 你今天一定要跟他认错 朕没错 母后 错的人是你 是你一直被他蒙蔽 他这个人 狼子野心 居心叵测 朕 住手 你打我 从出生到现在 这是您第一次打我 竟然是为了他 为什么 为什么您永远站在他那边 为什么您都不问问我 到底发伤了什么 你知道我因为她 受了多少委屈 受了多少羞辱吗 你是我的母后 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可如今呢 秦云 臣不知道 还能不能再相信你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全是气话 母后了解你 你这次 真的是错怪你九皇叔了 朕没错怪她 舍长王 朕告诉你 朕是君你是臣 从今开始 朕再也不会任你摆布 臣 你陛下所愿 以后陛下 可以随心所愈 臣 绝不枉架干涉 承煦 母后 你还叫她做什么 你这次 真的是伤透了她的信 既然 你父皇驾崩的时候 原本她可以做这个皇位 可是 她却心甘情愿地让给了你 这么多年来 她对你忠心耿耿 为过尽心尽力 若是没有她 就没有现在的大圣 更没有我们母子 事到如今 母后还是替她说话 好 总有一天 朕会让你看清她的真实命 她的真实 还没出现 她说了 我可以说她的真实 还没出现 她的真实 我真的不是她的真实 可惜 还没出现